鸭片战争 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共同的梦魇 因为从1840年之后 我们就丧失了唯我独尊的威仪 再也找不到万邦来朝的圣经 此后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长达百年 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一系列的不公平条约的签订 不仅成为中国人难以面对的屈辱枷锁 条约的细则更成为中国学子们 考试时最为烦闷的内容 读书每到此都给人以双倍的痛苦感受 时至今日 中国人每谈到古代中国的圣经 神态犹如回忆曾经扩过的旧家的那种骄傲 只奢望了自己的角色 不过是贤作 说玄宗的白头公寓罢了 鸦片战争 显然就是让中国人成为白头公寓的罪魁祸首 八股文 小脚 鸦片 秉承近代中国的三大陋形 其中八股与禅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与外源无关 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活来品 海通几百年来 只有两件东西 是长层不灭的 一件呢 是鸦片 另外一件 就是 煤毒 这都是明朝中叶所吸收的 鸦片 鸦片 最早是作为药瓶引入中国的 在缺医少药的旧中国 它可以算得上是最价廉物美的正通药 甚至可以说 鸦片是当时全世界的最佳正通药 一直到上世纪的中叶 全球才禁止销售鸦片 当鸦片 这一纯天然物品 遭遇到优远的中国文化的时候 一切都改变了 柏阳先生把中国的文化定义为 将冈文化 主要指中国文化强大的改造功能和含混的标准性 作为药品的鸦片 在中国优雅的士生文化和清朝 康 庸 前盛世后 满清八旗子弟的极致享乐主义的共同作用下 因新的旺盛需求 而被逐渐改变了用途 中国人把中医熬制膏药的技术用于改造鸦片 把鸦片变成了鸦片烟 进而创造性的发明了烟枪 烟灯 甚至烟床等配套设施 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首创 从此后 中国社会从上至下 无不在吞云吐物中 体会到鱼化灯仙的别样境界 识人甚至这样称赞鸦片烟 一息相作蓝贵妇 再息未嗣纯丽熟 三息四息不得足 许许梦迭互相逐 横白玉一枝竹箫 梵珍珠满盏清高 百银灯翡翠盘 硬铜斗玻璃罩 滴溜溜好个圆炮 直送神仙上酒箫 销售煞叶 拦人敲 难怪鲁迅先生对此痛臣道 外国人拿鸦片当药 中国人拿鸦片当饭吃 他还甚至讽刺鸦片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中国的匠纲文化 可以把批发左刃的蛮夷 变成素发右刃的谦谦君子 但也可以把硝烟阵痛的鸦片 变成让人悠哉悠哉的福寿高 当天使变成魔鬼 注定带来的是不期而至的灾难 今天中国人似乎还在抱怨 如果不是英国人把鸦片卖到了中国 中国依旧是万邦之尊的地位 中国文化带有童话般色彩的阴谋角度 永远都无法理解 其实鸦片大量涌入中国的事实 与中国被世界主流文明而驰 以及腐败的励志 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在公元前五世纪 欧洲人就知道了中国 当时的希腊人 只是接触到了中国的丝绸 他们将丝绸称为塞里斯 并将遥远的中国也称之为塞里斯 那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 和丝绸本身引起的猜想 一直到十三世纪 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 没有任何增长 只是对中国的猜想 一直在变化和增加着 他们猜想 中国是非常美好的 高度文明的 甚至认为 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 就是中国 那时的中国 是欧洲人敬仰的对象 理想的王国 十三世纪 蒙古人通知了欧亚大陆 许多欧洲人来到了中国 开辟了中西直接交流的历史 他们大多数是传教士 也有商人 他们的邮寄 书信 史述 谈话 在欧洲 传播了中国的形象 其中 最有名记的 要算马可波罗邮寄 马可波罗邮寄 把中国描述成了物质世界的天堂 山川万里 成锅 富丽堂皇 桥梁一座连一座 货物堆积于山 马可波罗 因此 赢得了马可百万的绰号 亦为吹牛大王 同时期的其他邮寄 也大同小异 将蒙古时期的中国 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 不可思议的文明 尽管马可波罗本人遭到非议 但马可波罗邮寄 依旧是圣经之外 欧洲最畅销的书籍 他开启了欧洲人 对东方的集体记忆 成为日后大航海时代 冒险家寻找东方的精神原点 公元1514年 时值中国明朝中期 明武宗正德年间 欧洲南部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家 葡萄牙的武装商人 就来到了中国 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 但却不愿与任何人通商 这时这些葡萄牙人非常头疼 显然 当时与武力强盛的中华帝国动武 是不明智的 葡萄牙人 经过40年的尝试 逐渐了解了中国人 他们以中国人的方式 贿赂了广东岸查史 将澳门长期租借了下来 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门户 消息传到欧洲 其他国家 西班牙 荷兰 英国 法国 也封信给中国皇帝 但这封书信只寄到了印度 1673年 英国商船 终于来到了中国广州大门 不过 由于葡萄牙人从中作祟 贸易 未能成型 随着英国光荣革命 以及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的国力迅速增加 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建立了海上霸权 而此时 英王念念不舍的 还是东方这块富饶的圣地 1793年 神经有些毛病的英王乔治三世 在中英外交方面 书写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他派马格尔尼伯爵 率领史上最庞大的使团 出示中国 此时的英国 号称日不落大帝国 但这并不影响 他对中国的崇敬 英国一直渴望和中国结交 只不过 现在他们 才自认为拥有这个实力 整个英国都为这次出访 兴奋的作者准备 光是准备礼品 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些礼品总价值 达到一万三千英镑 装了整整六百箱 英国人认为 这些东西 是英国目前能提供的 最好的土特产 势必能引起大清的兴趣 按乔治三世的意思 他们能显示 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 并能给皇帝殿下的 崇高思想 以启迪 这些礼品是 整齐机 棉纺机 梳理机 织布机 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 标有世界各国位置 首都 山脉和河流的地球仪 英国最大的装备 拥有最大口径火炮 一百一十门的 君主号战舰的模型 榴弹炮 卡兵枪 连发手枪 步枪 现代炮兵装备 赫执耳望引进 一套 英极力大型图册 鸟表 热气球 车辆 油画 可以这样说 这些礼品的集合 差不多是大英帝国 把自己的科技博览会 开在了大清国门之下 但有意思的是 英史的此次来访 竟然成为一次 鸡铜鸭将的巨大乌龙 当马格尔尼伯爵 希望自己的卫队 表演欧洲火系操 给乾隆最喜欢的 福康安将军观看时 没想到 这位将军 不失大国风范的回复 看也可 不看也可 这火系操 亮来没有什么稀罕 陪着热气球 而来的那位 热气球驾驶员 竟然 没有任何表演机会 更让英国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自己 引以为傲的东西 大清帝国 后来为了表示蔑视 干脆把他们堆放在 一间厕所里